小凡 你王叔是头昏 妈妈一个带着脱油瓶的寡妇 能嫁她算是高攀了 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听王叔的话 把她当成你的亲生父亲 我不懂什么是脱油瓶 也不明白什么叫高攀 只是拼命点头 因为出门前一晚奶奶 也一再叮嘱我以后要听话 王叔带我不错 每次上街都会给我带我最爱吃的喜枝狼果冻 他王叔 你这样会惯坏他的 十岁那年 弟弟出生了 小凡 现在家里多了弟弟 开支大了 弟弟小以后 无论任何事都要让着弟弟 先让弟弟来 从此以后 弟弟就成了全家人的大宝贝 他们再也没有疼爱过我一次 高三那年 王叔骑摩托车摔断了腿 医生说至少要休养半年 家里失去了重要劳动力 没有收入 妈妈来学校找到我 小凡 你王叔受伤了 我一个人实在养不活一家人 我托人在城里给你找了份工作 你明天就去 可是妈 我马上要高考了 能不能等我高考完再去 妈妈听到后瞬间变脸 愤怒地说道 不能 你现在就去办理退学 妈 我求求你了 就半个月 给我半个月时间 高考完我立马进城打工 我努力了这么久 不想就这样放弃 就算我能等 你王叔也等不了 每天要那么多医药费 哪去弄 还有我的宝贝儿子 之前答应了暑假给他买机器人 你不去打工 哪有钱给他买 小凡 你怎么变得这么自私了 我爸当年的赔偿款呢 不能先拿出来因应急吗 那是留给你弟弟以后娶媳妇的 你想都别想 那赔偿款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算让你参加高考也考不上 何必白白浪费时间 我已经跟人说好了 你明天必须得去 妈妈说完就拉着我要去帮你退学 班主任看到后急匆匆地赶过来 小凡妈 你怎么可以让孩子退学呢 这可是我们穷人家孩子 第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你在这个结果眼上让他放弃 你知道对小凡的打击有多大吗 在班主任的劝述下 妈妈总算同意我参加高考 但也放出狠话 既然是学校强行要他参加高考 他以后的费用都由学校承担 他休想再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 母亲说完后 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小凡 你只管安心参加高考 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半个月后 我以全校第三的成绩被清华录取 班主任和校领导 为我争取了一笔资助 每年五千块钱 资助的钱刚到我手里还没五热 便被妈妈抢了过去 你王叔该交医药费了 这钱我先拿去用 我听说大学可以贷款 到时候你申请贷款 反正也不要利息 你毕业了再慢慢还 还有 你暑假打工 应该也攒了一些钱 你弟弟生日快到了 你给他买个奥特曼 当做生日礼物 我望着妈妈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 心里的苦涩就像海浪 一波接一波 将我淹没 临行前一晚 妈妈忙着给弟弟过生日 留我一个人收拾行李 睡觉前 妈妈说 今天你弟弟玩累了 明天你走的时候轻一点 别吵醒他 还有 我明天要陪你王叔去医院换药 就不送你了 可他忘了 明天是我的生日 生日当天 我拖着暑假打工时 老板送我的行李箱走到村口 看到奶奶和小叔站在那 奶奶看到我走了过来 递给我一个用碎不锈的袋子 那是他平时装钱的袋子 都舍不得打开的 好孙子 一个人在外面上学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回握着奶奶哭瘦的手 顿时哭了起来 奶奶 我妈给了我钱 你是我们张家第一个大学生 为我们张家争了光 这钱是奶奶奖励你的 小凡 你就拿着 不然你奶奶回去又该跟我闹脾气了 小叔说话的同时 递给我一个皱巴巴的红包 上面写着喜字 估计是谁家嫁女儿 给她送的红包纸 一直留到现在 今天是你的生日 又是你去上大学的日子 小叔也没什么本事 只能给你这么多 不 小叔这钱我不能拿 小凡 你一定要拿着 小叔强行将红包塞到我手里 而此时的我已经哭得泣不成声 火车上 闭上眼睛 浮现在眼前的是奶奶 拱着背在地里浇灌书彩 二十个小时后 我出现在大学门口 这一待就是两年半 寒假在即 看着室友们纷纷订票 准备回家 我终于忍不住 拿起手机给妈妈打了电话 妈 这个月月末 我们就考试完了 考完是我就回家 你不要担心我 回家做什么 买票不要钱吗 你有这钱 还不如给你弟弟买奥特曼呢 妈 我买硬座 学生票打五折 合下来也就一百多 一百多也是钱 前两天 你弟看上一个平板 两千多 你寒假打一个月工 差不多够了 妈妈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望着被挂断的手机 虽然一遍遍在心里说早习惯了 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小凡 你又不回家吗 前两天 刚找了份寒假工 不回去了 要不你去我家过年吧 车票前我出 我妈包的饺子可好吃了 难道你不想尝尝吗 我当然想 连续两年过年 我都是一个人在学校宿舍吃泡面 几乎快忘了妈妈包的饺子 是什么味道了 拗不过他们 我乖乖跟他回了家 他家在市区 一百四十平米 他父母都很和善 阿姨看我的眼神 多了一丝心疼 小凡 来到这里就跟自己家一样 千万不要客气 谢谢阿姨 晚上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我看了一眼来电 嘴角忍不住弯了起来 印象中 这是妈妈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 她还是关心我的 妈 新年快乐 快乐你奶奶个腿 我问你 让你给你弟买个平板呢 什么平板 张小凡 我告诉你 你弟因为你没给他买平板 现在跟我闹绝食 你弟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三天之内 把钱打过来 听到没有 站在一旁的摄友 听不下去了 对着手机大喊道 你儿子要平板 你自己不会买吗 你有本事生儿子 没本事养 凭什么要我们小凡帮你养 小凡现在也还是个孩子 成天张口闭口就是钱 你没有关心过小凡吗 你是哪个王八犊子 敢这样跟我说话 小凡呢 把他给我叫过来 我是小凡的摄友 小凡现在正跟我们一家人跨年呢 没共跟你说话 摄友不给妈妈继续骂人的机会 直接地挂了电话 顺便把手机关机了 下次接电话这种事找我 我很乐意代劳 第二天 我主动给妈妈打了电话 想跟他解释一下昨天的事 妈 昨天那个 小凡 昨天是妈妈不好 妈只是想着 你弟弟一天没有吃东西 却没有问过你有没有吃饭 过得好不好 小凡 这些年妈妈一心扑在你弟弟身上 忽略了你 对不起 昨晚我跟你王叔商量了一下 你也有两年多没回来了 我们都挺想你的 你买票回来吧 大过年的 你待同学家里也不合适 十分钟后 我收拾好东西 给摄友说了自己要回家的消息 小凡 你真的要回去吗 两年多没回去了 我挺想我妈的 既然你决定了 我就不想留你了 哦对了 我爸在公司年会上抽的平板 家里没人用 正好便宜你那弟弟了 还有 这些东西我们家都用不上 带回去给你妈 你奶奶小叔一家 正好帮我家腾弟儿了 难得我在下楼扔掉 摄友语调轻松 我心里却无畏沉杂 那些东西包装都没拆 全是新的 怎么可能用不上 不许去学 你要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等你以后挣大钱了十倍百倍还我 我把脸上的泪水擦干 然后坐上回家的火车 开始幻想着自己回家一家人 该有多开心 妈妈给自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欢迎我回家